男生感到興奮 並有些心理反應 應思考若不控制性衝動的可能後果 不…不是那麼好的 不如…不如打義務球吧 WTF 我有一個觀眾說 教育局叫中學生做運動壓低性慾 工作址也有教導學生避免性衝動 例如約會時避免性感依著 避免過度親密接觸 例如苦摸、接吻 約會地點可以選在鬧市和快餐店 避免在休靜場所 如果發現自己有性衝動 可以避開轉移 轉移是怎樣 轉移 例如男生與女生共處一室 女生因為天氣熱 脫下外套子如下背心 並依偽在男生肩膊 男生感到興奮 並有些心理反應 應思考若不控制性衝動的可能後裹 雙方可能會發生性行為 女生可能未婚懷孕 而且與只有15歲的女生發生性行為 是刑事罪行 可以作出的選擇包括 立即離開現場 或一起到運動場打羽毛球等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想想 今天很緊火 打羽毛球 哈哈哈 想問問各位中學生的觀眾 你們真的會出一張通告 這樣跟你們說 健興好生意 哈哈哈 中三才會有 不如直接說未畢業都不要拍拖 現在感覺上 年代是開放了 她沒有說不讓大家拍拖 她沒有說這些字眼 但她是說大家不要衝動 大家不要誤會 我是支持的 確實我覺得中學就最好不要 這麼快發生這些 先行為 個人來說我真心支持 因為我覺得你中學太快發生這些事情 確實會容易後悔 作為一個成年人 尤其是我作為一個Youtuber 不可以在台上跟你們說 唉算了 中學生不預約 什麼時候預約 我是不希望去宣揚這種行為 OK 當然你說如果你真的 有什麼未成年之前做了 我希望注意安全 只不過我是覺得 她現在這個教學方式是 對遠無求校隊的人 另眼相看了 為了壓抑而這麼努力 真的 OK 如果我有戀人 我會跟她定立 下列戀愛和親密界限 如果我有性幻想 性衝動 我會透過下列方法加以控制 我承諾我會培養自律自製和抵禦色情資訊的能力 並明白我的承諾是自愛和尊重對方的表現 從而發展出更健康全面的戀愛關係和人際關係 她是被拍拖 黃恩很多 被拍拖 事情是這樣 我是覺得年代進步了 年代進步了的位置 我覺得起碼她現在會把這件事放上台面去說 而不是每次都不要聊了 不會再跟你說不要拍拖 我覺得也有好轉 是否要被監護人簽名 嘩 如果要被監護人簽名 也蠻地獄的 監護人簽名 我不會想像得到 假設我未來有小朋友 我要幫她簽一份性衝動激制的工作紙 媽咪我想撥錢 好難定 還有見證人簽名 玩東西而已 叫你有沒有簽這張公學紙 人都瘋 李老師編過 我要打算去投訴 為什麼不能幫我 我兒子關你學什麼 性這件事是非常堅實基礎和承諾的愛 我覺得這件事實在是太多可以斟酌的地方 你對中學生來說 愛一生一世都愛你 已經是承諾的愛 其實你每一個年齡 對於承諾的愛 對於愛的標準 其實大家都不同 你這樣說很空泛 身宿治愈的愛 媽媽belike什麼 死的溫習 不是你 立即睡 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你要教他們保護自己 我笑歸笑 我是不支持大家中學的時候 有這件事去做 特別是女生來說 你容易會後悔 我作為一個女生 我可以告訴你 不要說太早要做這件事 每一個ex分手你就會後悔 只不過你中學會更加後悔 因為中學可能遇到的人不夠多 你看的東西不夠多 那你更加容易會做錯決定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笑 就代表我覺得 不要搞年輕人 讓他們自由戀愛 自由性愛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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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我覺得 這件事其實 由一個教育局去 這麼官方地去教 沒有意思的 我是支持你一個 要判書正確的性觀念 但我覺得這件事 亞洲教育最卡的位置就是怎樣 就是你每次都搞得好像 上課一樣 每個人遇到處境都不同 你應該是有煩惱 你要去逐個逐個去 不要說逐個逐個 但你應該是要去慢慢教化大家 其實我覺得我過路人身份這樣跟大家聊 還反而是會有用 我只會跟你說 打得緊球的時候 最重要呢 出街就拿出一個 羽毛球排出來 那有什麼事呢 拿個球出來打 好過這樣啊 怎麼都 康人署不能打羽毛球 性慾解決不了 媽媽救命 你知道是不合理 不要在一個成年人去聽 你一個中學生去聽 你都知道不合理 什麼去打羽毛球啊 誰想出來的 我都覺得不應該說 鼓吹中學生要去做這件事 但你的方式會不會太差 緊火你是去打羽毛球 這種事都說得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 是有沒有心去做好這件事 給我的感覺是像什麼 就是像 上面就要我們去做這個公民教育 我們就要去想辦法 到底可以怎樣教現在的中學生呢 你說做心理輔導不行 心理輔導太麻煩了 不行不行 你說老師可能會不會有這些 性教育課 不要啦 讓他們讀多數學算 啊 想到了 不如讓他們做工作子 不如出份功課讓他們做 做功課就沒有性慾 沒有空有性慾 那就搞定了 廢話 我自己過去都是一個中學生 我覺得一個中學生 如果他真的會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通常都是 一就是可能這個愛情上頭 第二就是他對這件事有好奇 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其實你反而是要提供一個 讓他們有得傾訴的渠道 讓他們知道 有什麼事是有人幫他們的 他不知道怎樣拒絕 是有人可以幫他們的 而不是走去做一份功課 我以女性角度去說 因為我未做過男人 我相信其實有不少女生 如果今天的男朋友 真的開口說 喂 我真的很想跟你搞 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 其實都真的不知道怎樣拒絕 特別是第一兩次的時候 你未必懂得怎樣去拒絕 你可能頂多就說 沒有啦 不是那麼好的 我覺得那件事 其實你應該要去援助 教女生怎樣去拒絕人 難道真的有個男朋友說 喂 BB 我想跟你做 我們都一起做一個月 其實我會愛你的 不是那麼好的 不如 不如去打羽毛球吧 WTF 你明知道這件事是不會的 你出題的時候 你明知道 是不會緊負的時候 去打羽毛球 那你是不是很笨 幫到什麼 你幫不到什麼 我是覺得你這份 你除了給他們一份功課 還有做事要料之外 是沒有意義的 這份東西 你以前上性教育 是男女分開想 我真的很笨 真的很笨 我之前有女觀眾 有試過跟我談 試過做完這件事後後悔 而我自己 我也是試過這個情況 我是真心知道 對於很多女生來說 關於這件事 他們最大的關鍵 根本就是他們 不懂如何拒絕 當一個男生 抱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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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我說 他真的很想要 你作為一個女生 你又會很想嘗試 去迎合那個男朋友 你是會不知道如何拒絕 對一個女生來說 他又未去到一個位置 是一定要拒絕 其實他是不是很想 他未必很想 他只是不懂如何拒絕 結果你就出份 濕溝工作紙 然後跟他說 你不懂拒絕 你叫他打羽毛球 如果你是真心想幫 你不應該是給這些答案 其實你說出工作紙 我都覺得算了 雖然出工作紙也很差 但我自己覺得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特別是去到性關係 這些比較隱密的關係 起碼說真的 我這個人多開放都好 你們是從來不會聽到 我跟你們說 我上一次預約是什麼時候 我不會跟你們說 對於我一個這麼開放公開的人來說 我都不喜歡跟你們聊的時候 我相信一個未成年的女生 是更加不會願意 在工作紙上寫下 我覺得怎樣可以避免 我覺得怎樣做 我怎樣看這件事 我不覺得他們會誠實地去說 而我覺得 其實關於這些個人的感情相處方式 或者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其實我覺得是要用口來說的 這些東西是要真的老師 你願意去攤開心 跟大家說 才有用 怎樣所謂去界定親密的界線 我覺得心裡應該要有把尺 有把尺的意思是怎樣 正如你不會到處找炮友 大部分人 我覺得找炮友沒問題 大部分人都很少會到處找炮友 就是因為你心裡有把尺 你會知道 我跟這個人 我跟他的親密關係 是要去到哪裡 我覺得你要建立這把尺 我是支持這件事 但問題是 你現在變成 提出了這個觀念 但其他你自己夾明他 因為我們把工作紙 我們本書就是會教你 帶人去打月毛球 承諾書真心忘舊 其實都不單止承諾書 他本身的教材都忘舊 去想這份工作紙的實際內容的人 他很明顯 你真的承諾書 你不會去說這些 簽承諾書好像引人犯罪多些 我也不覺得是引人犯罪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 你寧願多些少少可能性教育課 你等老師去跟大家去說一下 或者是你索性可能請一些人過來 請一些類似心理輔導 那些什麼 說一些不同的個案的分享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如果你要透過別人的口 來學識的話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講故事 講故事是講一些實質有的故事 我現在示範兩個方式給大家 一個方式就是 大家千萬不要分前性行位 因為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有機會會觸行香港法例 第二個方式就是 之前有一位女同學 其實他也跟我們談 可能不知道怎麼拒絕男同學 有時候男生會比較衝動 而女生會承擔比較大的風險 所以其實女生是要自己保護自己 那他之後其實也很後悔 我現在夠了這個故事 但是你覺得是前者有用 還是後者有用 當然兩個可能都不夠 你自己實質去跟人相處得來 那麼有用 透過混蛋來學習一定是最快的 但是你很死板地跟他們說 你這樣未成年進行這個性行為 就有機會犯法 你這樣跟叫大家背書有什麼分別? 叫個單身家庭去討論都好 啊!是呀!是呀! 其實大家的XXX同學有發生過性行為 他都會後悔我們請他上台說兩句 又不是請同學上來 神經病 跟之前學生自殺率問題一樣 不深究就說些東西出來應付 刺到核詐 不是呀!他們覺得不刺 因為他們no give shit 對他們來說 他們交了功課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不是靠做功課去學的 當然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 OK!你去跟人相處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去學會 當然 但是我始終是需要 成年人去誘導 而不是由功課去引導